恭祝皇上 请随我来 太后 奴才告退 皇帝说是奉皇太后一旨 你们都坐在此 可曾看见哀家下过什么旨意吗 儿臣无能 请太后恕罪 皇后你的确无能 但咱们皇帝心气太硬 谁也动摇不了 哀家原想给韩氏一个外命妇的名位 让他可以安然度日 也可安抚 韩步那些其余人等 却没成想 皇帝陡然生了招纳后宫的心旨 此女入宫 怕是后宫将无宁日啊 哀家回宫了 恭送皇儿娘 恭送太后 都算了吧 都算了吧 今日之事真是害人听闻 若非亲眼所见 我真不敢相信 皇上简直像是迷了心窍一般 我陪了皇上大半辈子 从未见他 看一个女子的眼神 如此一览情谜 皇上一身胸怀大虑 为何到了中年 才这把流发少年狂 或许是一时之幸呢 不过姐姐 韩氏既然已经入宫了 眼下由不得咱们了 在皇上那儿 姐姐还是谨慎为先 少说为妙吧 皇上如今这个样子 我说什么 他还听得见吗 哀家从未见过皇帝 这般神魂颠倒的样子 这才是初见 那韩氏往后在宫中 可怎生了得 行与不行的 这韩氏都已经入了宫了 红颜祸水啊 竹儿 奴婢是伺候您的宫女 名叫喜魄 您有什么使唤的 尽管吩咐 这是承前宫 虽然您的名位还没定 但皇上把这赏给您一个人居住 您瞧 这皇上有什么东西 都往咱们这赏赐呢 那个钟 可是西洋人进宫的 皇上喜欢得很 都拿出去 这是皇上赏赐的呀 你们也都出去 这么晚了 外头还下着雨 你怎么还过来了 额娘 您咳嗽两个多月了 一直未曾见好 儿子请来的药 到时候叫人拿去给您煎了 不用太放在心上 额娘上年纪了 自然会多一些病痛 她一眼来瞧过了 说是并无大碍 皇后娘娘 也送来了好多补品 我吃着呀 也还算好 额娘 儿子瞧您 这是心病 颖章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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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娘千不该万不该 当年不该 所拥你去争夺太子之位 结果连累的你 不得皇上宠爱 额娘别这么说 都是过去的事了 额娘只是想不明白 除了这件事情 额娘到底哪儿还做错了 这件事了 这么多年了 皇上 皇上对我一直浓浓淡淡 额女见 也多用憔答 我到底是哪里落下的不是 尽惹到皇上 尽惹到皇上 如此耿耿于怀 皇阿玛她就是这个性子 便是对着皇阿娘 不也有个猜疑冷落吗 阿娘 您是嫔妃中资历最深的 也是唯一的贵妃 你们别多想 安心养着便是 额娘知道了 额娘没事 这么晚了 你先回去吧 好 回去吧 是 儿子告退 哀家叫你来 是想再问问你这个韩氏的事情 此女子一进宫便在狱前殉死 瞧着 也全无留在宫里的意思 皇帝这是一定要留下她吗 皇娘请息怒 儿子留韩香剑在宫中 并非只是为了儿女私刑 而是另有大用 什么大用 韩香剑在边地各部颇得尊重 儿子留她在宫中当嫔妃 一则可是亲好仁慈 二则也可借联姻 来密切咱们大清 与边地各部的关系 所以即便韩香剑有识不懂规矩 儿子也就宽容些 你真这么想 是啊 韩提不是只为了送一个女儿 来做外命妇的 她既然有此美意 儿子自然笑纳 哀家没什么可叮嘱你的 分寸二字 你自己掌握 还有 即便要册封她 也缓一缓 别逼出什么事 反倒坏了你的亲好之意 儿子明白 儿子明白 皇上 他这几日还是不怎么用膳啊 是啊 除了刚来的那一日大哭了一场 接下来便是这样 老是望着远方 一待就是一天 送来的东西也不要 宫里的膳食也不大用 这般的不是人间烟火 皇上 五阿哥来了 在御书房等您呢 相见 那朕先回去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